中国跳水队集训人员开始领取军训装备 从大家的状态来看 显然是刚刚睡醒 还没来得及 梳洗打扮 就投入到了又一段未知的新征程 前天凌晨参加柏林比赛的小分队 才回到北京 昨天便赶赴西安 可谓周车劳顿 很多人连时差都没有倒过来 不过当大家穿上整齐的坐训服 很快便进入了状态 简单的动员之后 军训毫不拖泥带水的开始 站军资是军训必不可少的科目之一 挺拔的姿态代表着军人的形象 面对教官严苛的要求 每位冠军都一丝不可知己 只是全身降着劲 原地坚持十分钟 一点也不能上水去的轻松 这脖子对于回去肯定得爽 你睡好 看我黑眼圈这么重 眼睛都肿了 军训就是一个动作重复地去抓 然后去扣嘛 就像我们训练一样 但是军训相比我们训练更加枯燥 所以我会感觉到累 像我这种可能定力比较差的 所以在军训中也能很好锻炼到自己 能在今后的训练中也能对自己有所帮助吧 感觉枯燥和辛苦 但是仍然要不断坚持和挑战自我 这大概就是军训的意义 我们跳水也是因为每个动作都是反复的去磨练 军训也一样 从立定跨立或烧起或正步走 起步走 也都是一样的去反复的磨练 都得用心去感受 我不管以前你们是做什么的 什么名次 在这里 一律 平等 我们必须要按标准去转 如果不按标准去抓的话 军训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再一个是 他们毕竟是国家的名将 展示在世界上给大家看的 如果要是放松了 形象没有了 那么对我们来教官来讲 也是一种责任 在训练场上人人平等 无论成绩高低 名气大小 没有特殊照顾 更不会留情面 中国跳水队此次进行的是全员军训 不仅队员参与 就连教练 队衣 工作人员 也参与其中 他们的角色 也在这里 发生着转变 自己其实人生当中 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就是没有参加过军训 这次呢 也算是圆梦了嘛 我觉得穿上这身军装 自己就感觉 意义非常的不同 通过这一次的军训 主要还是锻炼我们 整个队伍的团结 跟积极向上 邻居力 我觉得还有就是意志品质嘛 第一天的军训 在嘹亮的口号声中结束 对于孟志队员说 这仅仅是亚运冲刺 对于孟志队员说